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 就是修教程的同学 很多是老师的缺席是很少 那偏向的话就是因为比较 没有人要去 就是相对来讲要争选上会比较有机会 那短期的话我觉得我也愿意去做 去帮忙那些孩子 那长期的话可能就个人的发展来说 可能还是会有限制在里面的 那如果说政府 政府能够说在 在偏远的教育方面 投入更多的资金方面呢 或者是说在教育的体系架构方面 能够有些调整的话 我相信是能够吸引到 一批年轻人过去的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 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方 我身在了偏远的乡下 难道我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吗 如果以一个就是当老师为志向的话 我会想到偏远的地方叫做 可是我想说如果是真的真心想要当老师的话 应该是就是要把这个职业 就是做到最好 你的工作量多嘛 所以你就做的会比较辛苦 那成效也不一定别人看得见 可是每个老师都还是坚持着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喔 我觉得会有一个东西它永远不会消失 就是在这边教育 你会一直那个热忱不会消失 看到他们就很像看到过去的自己 然后对啊就是有一种感情 很难去解释那感情 可能就是一个 就自己弟弟妹妹的感觉